黄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不發馬特愛提升 他們都是誰 可是才能不停將 一切都知道 空气永远抓不到 鸡蛋永远睡着牢 这个世界乱走走 我就在看人啊 让我夫妻去寻找 不知好不好 世间空间来回跑 我要找找找 科学管人捉迷藏 偷偷把我笑 奇怪的公式 摔得摔不掉 科学是个大问题 马虎不能要 问题永远那么多 大案却太少 机房元素和定律 实在太深奥 只捂掉 捂上了腰 可学不会睡懒觉 自然选择学说的创立者 太阳当空照 花爱对我笑 小鸟说 早早早早 你为什么被小小树宝 咦 人都拿去了 花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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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尔文 花来是 达尔文 我说达尔文 我说达尔文 就是达尔文 我回来了 花来儿 好达尔文 toss credit for it 咏 咏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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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我和小铁蛋的争论是谁先提出自然选文学说的 我说是华莱士 小铁蛋呢 说是达尔文 华莱士是谁啊 不知道 我的系统这两天正处于维护状态 有信息遗漏的可能 华莱士是英国国务学家 进化论者 提出了自然选择的学说 是动物地理学的奠基人 1823年1月8日 生于英国曼莫斯加 1913年11月7日去世 享年90岁 华莱士全名叫 埃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 年轻时呢 曾经从事土地特粮工作 后来呢 成为了一名教员 当教员时期呢 与昆虫学家贝茨相识 随后他跟随贝茨到亚马逊流域海基生物 再后来他又到马鲁谷群岛旅行 进行生物学 以及动物地理学的研究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华莱士撰起了那篇 论变种无限的偏离 圆形的倾向的论文 哎呀 真是急死我了 走 我带你直接去看华莱士 哎 小树莱士 你把我在哪里来了 是哪呀 华莱士又在哪啊 呃 这个宝贝你先别急 容我看看再说啊 哎 宝贝呀 真不好意思啊 刚才我一激动翻错页了 啊 你怎么搞的嘛 真让人想脑机 宝贝 这可怨不了我呀 都是那个小铁蛋的错 要不是他老气我 我能翻错页吗 哎 算了 既来之作安之 咱们先看看 这是哪再说吧 哦 我知道了 这里是达加拉帕格斯群岛 阿尔文现在 就在这个岛上了 啊 太好了 我们去看看它吧 小树莱士 小树莱士 你说达尔文现在在做什么 据我推测 达尔文现在一定心情复杂 百感焦急 为什么呀 因为他刚刚收到了华莱士的来信 嗯 哎呀 你跟我去看一看不就知道了 这里就是达尔文居住的地方 走 进去看看 哎 哦 是小树圈啊 这位是 他是我的朋友 骆宝贝 哦 你好 达尔文先生 您怎么了 为什么叹气呀 是不是不高兴啊 不 我不是不高兴 我是有悲有喜啊 有悲有喜 嗯 我刚刚收到了华莱士的来信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生物学家呀 有两件事让我特别高兴 华莱士在摩路加群岛上染上了疟疾 现在康复了 还有一件就是 华莱士已研究出各种不同的生物 究竟是如何进化发展而来的 进化发展是什么呀 还是让我来说明一下吧 华莱士认识到所有的生物都面临一场 未生存而进行的生死奏斗 他们呢会被人们捕虐 会得病 会遭受饥饿 这些威胁 威胁着所有的物种 那么 为什么有的死亡了 有的生存下来了呢 答案就在于 有机体之间出现的小小变异 哦 什么是有机体之间的小小变异呀 比如群体中跑得最快的动物 能比它的敌人跑得更快 最激进的动物能以智取胜 而最强健的动物能够摆脱疾病的侵袭 只有为生存而装备的最好的动物 才有较多的生存机会呀 而他们的后代将会继承这种生存技能 于是渐渐的新的生物种类就出现了 没想到华莱士的理论 竟然和我多年的研究成果如此的一致 哎呀 这真是让我感到太意外了 现在 科学界的竞争就像自然界一样 成功属于那些以最快的速度 接近目标的人 更糟糕的是 华莱士现在又来委托我 将论文转交给另一位 颇具名望的地质学家 查尔斯赖尔爵士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还不简单 把信回了 到时候跟华莱士说 根本没收到信不就行了 不可能 我怎么能打压这么有才华的人 让他的研究成果一直东流呢 我现在就把信 转交给查尔斯赖尔爵士去 怎么回事 我越听越糊涂了 哎呀 怎么跟你说呢 这个事情呢 还是有点复杂的 这样吧 咱们先去看一看华莱士 我路上呢 再细细的跟你解释 好吧 老贝啊 达尔文一直在研究生物计划的问题 这你知道吧 知道啊 生物进化论吗 对 可是这个华莱士呢 也研究出了这个理论 啊 那他很厉害呀 是啊 可是这就存在一个问题 因为达尔文之前呢 并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发表出来 如果华莱士的信公开了 那么大家就会认为这个理论是由华莱士最先提出的 那达尔文当然会感觉郁闷了 啊 也是这样 那 那该怎么办呀 嘿嘿 传道桥头自然之 听说过这句话吧 后来啊 哦 上学去了 宝贝你看 那就是华莱士 与他的哥哥 嘿 他们拿的是什么呀 测量工具 王莱士因为家境比较贫寒 十四岁就辍学了 给他的哥哥当起了测量助手 学习绘图 走 咱们过去看一看 哎呀 我工具尺 怎么不见了 这是你的尺子吧 啊 是的 谢谢 你可帮了我大忙了 不用客气 非常感谢你 哎 小书签 你怎么在这儿啊 来看看你呗 这是我的朋友 你好 我叫洛宝贝 你好啊 我是艾尔弗雷德 拉塞尔华莱士 你叫我华莱士就可以了 设头工作 叫你呗 汇图工作 后来呢,在1844年,华莱士在一所学校当教师,结识了英国昆虫学家贝茨。 受他的影响,华莱士对采集蝴蝶和甲虫的标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贝茨一同在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采集热带植物标本。 此后的19年里,华莱士成了职业的国务采集者,并靠出售标本为生。 而且他没受过大学教育,主要是靠自学。 哇,原来华莱士也是自学成才啊。 啊,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那他又是怎么发现情话论的呢? 啊,这个是之后的事儿了,走宝贝,往去看一看吧。 好吧。 嗯,小薯姊啊,本来是这样的。 怎么了? 哎,他生病了。 不过呢,也正是因为这个生病,才使得他思考起人类进化的问题。 嗯?难道华莱士之前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没有。 其实华莱士原本是一个基督教徒,他原来一直相信是神创造了世间万物。 后来,在他广泛接触动植物并做了大量的研究之后,才渐渐认识到这个理论是不成立的。 哦,原来是这样啊。 后来,华莱士到马来群岛考察研究,跟达尔文一样,他所观察到的生物的地理分布特别,也促使他思考起生物进化的问题。 那一年的二月,华莱士生了一场奸歇热,在病毒他突然想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且呢,也因此独立地发现了自然选择理论。 没错,华莱士以一股出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用三个晚上就写成了一篇论证自然选择的论文,寄给达尔文征求意见。 为什么要寄给他呢? 因为华莱士并不知道达尔文此时已经研究了二十年的进化论,他之所以会找上达尔文,完全是由于达尔文在生物地理学界的崇高地位。 当达尔文读了华莱士的论文,见到他自己的理论出现在别人的底下时,可想而知,他当时是多么的震惊和沮丧。 达尔文的第一个念头,是压下自己的成果,让华莱士足享殊荣。 但是达尔文的朋友,地理学家赖尔和植物学家普克之前都读过达尔文有关自然选择的手稿。 在朋友的建议下,达尔文把自己的手稿压缩成一篇论文,和华莱士的论文同时发表在1859年林奈学会的学报上。 可惜,这两篇论文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 哦,我明白了,达尔文好伟大啊。 其实啊,华莱士很赞许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他认为,只有达尔文才能提出如此丰富的论据和雄辩的逻辑来论证自然选择学说,使进化论观点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哦,我知道了。 自然选择学说,是达尔文和华莱士共同提出的。 小书签和小乖都说错了。 不对,明明是小乖错了,我没错。 你也不对,咱们俩都只说对了一半,所以都不对。 哼,我可是科学百科全说的原配书签,怎么会在这么小的一个问题上出错呢? 我说华莱士只是给你提一个补充而已,要不我为什么要带宝贝来看他呢? 来看他就是为了证明华莱士是与达尔文共同发现的。 哼,是这样吗? 哎,信不信有你。 天很高,地很大。 可是谁又能了解我小书签的兄弟呢? 既然问题都弄明白了,那咱们回家吧。 唉,好吧。 爸爸,华莱是挺厉害的。 可是他研究的东西我都不大明白,而且好像也没什么用。 什么?没用? 那你可就太小看自然选择学说了。 什么? 比如说吧,现在人们了解了自然选择学说的知识,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人工选择。 人工选择是什么呀? 这个人工选择呀,就是 人工选择,就是人类有计划的,从生物群体中选择优良变异个体,从而形成生物新类型的过程。 不要在别人说话的时候打断人家,很不礼貌。 哟哼,小铁大,看来你是不服气一样。 我知道的东西多着呢,你就羡慕去吧。 我才不羡慕你呢,又怕水又怕火,还爱出风头。 哼,你羡慕我呢,就直说。 我,你们俩不肯再吵了,我现在只听爸爸说。 爸爸,人工选择有什么好处吗? 好处就是,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那些对人类有好处的优良性状。 让一些动植物朝着需要的方向发展。 这个我不明白。 这个我知道,我知道。 比如,我们的祖先在不知道遗传学的情况下, 会一直挑选又大又甜的苹果来种植。 这样动出来的水果性状不稳定。 而现在的人们呢,掌握了生物性状的遗传规律之后, 就会在短期内培养出又大又甜的苹果来了。 而且呢,性状还很稳定。 这些状不稳定的状不稳定的状不稳定。 宝贝啊,华莱士还研究动物地理学 这个你知道吗? 啊,什么是动物地理学? 动物地理学是研究现代动物的地理分布及其生态地理规律的科学 它阐明了地球上动物分布的基本规律 为有效的保护和合理的利用野生动物资源 恢复与定向改变动物群提供科学依据 虽然不太明白,但是我知道华莱士和达尔文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了不起的科学家 是啊,在他们生活的时代 人们在教会与宗教的束缚下 是不会相信进化论这样的真理学说的 但华莱士和达尔文敢于挑战教会的权威 勇于揭示科学真理 他们才是为真理而战的勇士 又轮的,我小书签出场了 你怎么又来了 什么叫又来了 都是我的地盘呀 好吧好吧,罗不起我还躲得起 走,爸爸,我们出去说 他甩掉我,没玩儿 我没猜错的话,是扁缺在叫你 错了,错了,是扁缺 不是扁缺,扁缺 呃,好吧好吧,对不起 我没猜错的话,是扁缺在 嗯,你呀,这是习惯发音造成的 啊,你稍微沉一沉 然后呢,再仔细地想一想 一次,咱们争取就过了,好不好 好吧 扁缺,扁缺,扁缺,扁缺 来,开始 我没猜错的话,是扁缺在叫你 你是他的徒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